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两个近期经济状况异常的年轻人有个共同的经历 就是都在外地待了一段时间 那么他们银行卡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5月 集水县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的线索核查到 集水一伙年轻人资金往来存在异常 通过侦查明警发现 黄某和刘某等人经常在一家装修店里聚集 他也不开吧 他就是来这就进去然后就锁门 他就会把那个锁锁到里面去吧 他反正也不进进出出的 在沿街这一排店面里 这一家装修店显得有些特别 每天都是大门紧闭 老板的话很少来这边都是另外几个年轻人来这边的 他们都什么时候来呢 也不一定有时候晚上还有时候下午呢 警方判断这一伙年轻人可能正在从事跑分的违法犯罪活动 跑分就是指利用我们的银行卡来接收境外一些这种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犯罪他们的账款 然后来帮助这些犯罪团伙进行转移 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转账 然后从中赚取收成 他这个代表的危害主要就是说 协助这些境外的这些网络犯罪分子 协助他们进行洗钱 然后第二个人呢 我们公安机关不能够进行快速的追踪 查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这是什么信息